館長,我之前不見到小鹿公仔 我還是很掛念它 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呢? 你有沒有公仔的信息? 我看看能否幫到你 什麼是信息? 信息是物件的物理性質和特徵 根據物理學的信息手行定律 一個系統再有的信息 例如公仔的外形、大小、顏色等 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而在物理過程中都會被保存 永遠不會消失 簡單來說,就算公仔爛了 只要它的信息依然存在 理論上都可以重組一隻一樣的公仔 這樣就好了 它是一隻布公仔,大約三十厘米高 身上的毛是淺啡色 肚仔和耳朵就是白色 它還有一對很可愛的綠角 裡面拾滿棉花 是我媽媽親手捧出來的 但現在它掉進黑洞了 哎呀,你應該一早說 物件掉進黑洞 情況就不同了 它的信息有機會消失 就算沒有消失到 科學家都不知道怎樣才可以拿回信息 不是吧? 那些布水都拿不回? 小朋友,你有沒有聽過霍金輻射? 是異故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在1974年提出的一套理論 沒有聽過 霍金輻射關我的公仔什麼事? 霍金的理論指出 由於量子效應,黑洞會放出粒子 在黑洞的視點世界外觀測 黑洞就好像會發放輻射一樣 那些就是霍金輻射了 即是說黑洞的能量會逐漸減少 它的質量也會逐漸變少 直至完全蒸發消失 這麼複雜? 黑洞蒸發又代表什麼? 這隻公仔都會蒸發嗎? 由於黑洞釋出的粒子是隨機 所以粒子盛在住的信息 都有機會被隨機蒸發 而消失得無影無蹤 這個黑洞摧毀信息的推論 違反了信息手行定律 就是困擾科學家多年的黑洞訊息背論 那我是不是要永遠跟小鹿公仔說再見? 不過這樣 其實現在科學家還未肯定 黑洞是否真的摧毀了小鹿公仔的信息 那就是還有一絲希望 有一天見到我的小鹿公仔 但是小朋友,你以後要小心點 因為假如信息會消失 不止所有歷史都會因為這樣而被抹去 就連我們曾經存在的證據都會被刪除 但我們還未找到信息背論的解決方法 希望你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有機會成為科學家 說不定可以解決這個背論 找回公仔 有哇! 有騎士 有騎士 います 我們怎麼會做的? 有騎士